在家裡充電後,總算趕不及日落前上來試機 首先,試一下 MINI-3 手巾 未有任何保護盒,先用原裝盒頂著 現在打開,太廣忙了,膠紙還未撕 先撕掉膠紙 剛才說過,因為未賣Combo 版的關係 所以我剛才只是用機身的屁股位充電 又出奇地快,也不算太慢 用快充,大概用大半小時就充好 因為它本身裏面也有少許電,所以可能會快一點 現在打開 先看看,有點不太習慣 它的尾部是這樣撥開的 前面是反而反過來咬上來的 雖然這麼大部,但拿上手真的很輕 果然是249 打開保護蓋 又是太廣忙了 鐵紙還未撕 先撕掉 好了,小心翼翼把雲台鐵紙都撕好了 這樣搞定 好,先看看控制 控制都充電了 反而控制的時間要充得更長 即是剛才一起充電的時候 機器就充電好了 控制反而還未完成 不過都有成三格電 有三格電 剛才就啟動了 我不知道是啟動了控制 還是一會兒駁到機器都要再啟動 因為我未試過駁到機器 但如果這樣控制的話 它都需要激活這個控制 我已經啟動了 現在一開 它已經在錄像DJI 5 它已經在錄像DJI的畫面 現在先把Joystick放上去 速度都快 即是它進來DJI的畫面都快 整個東西應該只有 即是可以充電DJI 5 暫時我聽說 Facebook、Android App 都不能安裝 所以一進來 基本上就是DJI 5 好了,現在先打開機器 但在開機之前 讓我再看看 它這個位置有插SD卡 因為一會兒我都會錄屏 即是錄像畫面給大家看 所以應該錄像畫面 就會在SD卡裏面 所以現在我先插SD卡 回到這個位置 下面它有多一個USB-C的位置 我未研究是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SD卡的位置 這個才是充電的位置 我現在先插SD卡 錄屏先 那機身SD卡跟Mini 2一樣 沒有遮沒有染 刺在屁股這個位置就是了 好啦,現在呢 我就開機 看看那個 需要不需要連通 應該不需要的 因為整套買應該是 連好的 現在看看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眼燈剛才是紅色的 現在變成綠色 相信已經連好飛機 OK 現在有畫面 不需要任何連接 現在呢 再看看 要激活這個D-Di設備 除了控制之外 開機之後 也要激活 簡單的 同意 噢 它需要網絡的 沒計 這個時候呢 要用手機 分享回網絡 那現在這裡看到了 寫了激活 那我先按激活 好了,激活終了 可能需要少許時間 那我們等一等 激活完 它就會問你買不買這個D-Di-KR 其實我本身已經買了 但是我現在試機 我就不綁定住了 因為其實在你買機之後 48小時之內 都可以激活 那我待會回家才搞 那我現在就跳過先 確定退出 噢 剛剛呢 也有更新 都成 成激 都幾 浪費時間 如果大家記住 真的在家裏搞 你看 我又要在這裡等 等得來呢 不知道會不會天黑 希望快一點點 好了 搞了十幾二十分鐘 終於都更新完了 那現在呢 就開回錄屏先 都好像Android 機一樣 上面燙下來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屏幕錄鍵 現在先按了它 OK 那立即開始 OK 那現在你見到下面這個顯示 已經在錄這個屏幕了 那我們再進去 看看 一進來呢 看到它是限高30米的 應該呢 我現在還在這個伸手模式 可能 這裡有一個限高區 我猜呢 現在都可能還在這個伸手模式 我現在看看 好 進來看看 這個 最大高度 那我們再調整一下 暫時 都還可以飛到500米 未立法 那 最遠距離 沒有限制 反航高度 OK 我設定200多 通常我會設定200多 就是 看看周圍有沒有東西 那 有一件事 可能大家會比較緊張 就是這個 FCC 那我現在看看 FCC 應該是圖傳這裡 你看到呢 它是這個Android 來的嘛 那如果90這條線 這個1公里 1km 在90這條線上面 其實已經是FCC 那如果你在家裡 開機的時候 發覺不是FCC 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它未收到GPS 所以它無法檢測到 你現在的 國家在哪裏 變了 有機會 變相 不是FCC 那我現在 這個是全原裝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接駁過 第一次接駁過 那如果你出戶外 的話 理論上 已經是FCC OK 那現在呢 大部分的東西 設定好了 500米 距離 沒什麼問題 那我現在就 試飛了 給大家看 OK OK 按這個 起飛 剩下88% 剛才這樣 攪拌一下 都攪拌了10%電 我們看到了 現在 用Gopro拍給大家看一下 OK 喏 只要我走近一點 現在我走近 去後邊 它會有避障 那我現在走去 前邊 我放在這裡 看到前避障 OK 下避障 現在我放在下面 下避障 你見到 會是升高的 因為有下避障 跟MINI 2不同 有所有避障 非常之安全 那我現在試飛 第一樣我想試的 就是想看一下它的速度 我想看一下它的速度 跟MINI 2是否一樣 我現在是正常 正常 向前 飛行的速度 可以做到 33 35公里 左右 那我現在試一下 好 但是它現在是用米 per second 的 我自己本身不習慣看這個 距離 所以我用回這個單位 用回這個公里 先 OK 選擇公里 OK 正常 現在看看 推到差不多 30公里 差不多 OK 那 速度方面 跟MINI 2 應該是差不多 最多都是快1至2公里 即是每小時 因為MINI 2 通常是35公里 左右 這個 你看到這樣推 都還可以去到 37公里 38公里 那不肯定是否因為順風的關係 但是 感覺上 比MINI 2 快一點 OK 現在升高一點 那 試一下Sport Mode 先 Sport Mode 如果MINI 2 是超過50公里 可以 那現在看看 那現在 那現在 MINI 3 速度呢 都是接近50公里 過了50公里 那這個呢 越來越快 那這個呢 這個呢 跟這個MINI 2 是差不多 那個速度 但它又會 那個都幾不穩定 可能今天 可能有少少風 有時候 它會跌到46公里 現在 又回到50公里 現在又回到50公里 現在又回到40公里 30公里 也有的 會不會是 我進入了禁飛區 呢 要檢查一下 那我現在 先檢查一下 我先檢查一下 但是Signal方面 不知道這個 是否真的 看到這裡 只有三格 真是 如果這樣 面向自己 四格 那如果 試一下 轉出去呢 你看到 只剩下兩格 嘩 那個Signal 不是那麼弱 我現在一公里 都未到的 只剩下兩格 看見到 現在有四格 跳來跳去 不是很穩定 看回那個姿態球 OK 應該跟MINI 2 的姿態球 差不多 我指自己 然後飛回來 理論上應該沒有 擋住 我現在 但是 如果我這樣飛回 自己 那個速度 又是 可接受 還有那個 Signal是OK的 但是只要我 兜一兜 向前面 這樣 又變得差 例如現在四格 我再試清楚 OK 我現在是面向著 肌 完全是 你看到姿態球 都可以看到 我控制是面向著 肌 你看到 只有 這個 黃色 OK 好 回到這邊 先認真 試一試 還有另一種 現在拍一拍 趁日後 用它的拍片模式 拍一拍 少少的片段 先拍一拍 順光 這樣會更好看 OK 好 飛高一點 拍少少 就這樣飛的片 給大家看一下 轉回Cine mode 轉頭 等硬一點 再試色路 因為趁日後 我就拍少少片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素 現在是4K的30格 看看拍出來是怎樣 OK 飛回來自己附近 順便拍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 看完了 再給大家試一下 色路 我現在向著山邊的位置 飛一下 好 我現在試一試 清楚少少少 那個 色路 看看 色路 是不是真的 用了 這個大屏的螢幕 沒有一條天線有影響 現在轉回 平常模式 OK 試一下 飛遠少少 看看色路 去到幾時會變黃 剛才飛那邊 真的變得幾快 一公里之外 一公里之外 兩三格 Mini 都不會去到這樣的距離 所以現在試清楚先 電量剩下不多 我看一下 可不可以飛到大概是 兩公里左右 試到那個色路 遲少少 或者明天 再試清楚 看看遠少少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暫時呢 試了兩公里 看看兩公里之內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看見剛才 也跳了少少黃色 不過很快 我當它不是 真的 都擔心 我現在都是指著空 但是不知為什麼 姿態球 又是說我 沒有指著飛機 不知為什麼 姿態球 以為我是背著 但其實我是指著的 好 OK 現在飛到去 過了一公里 那這個色路是正常的 對的 四五格 這個才是合理的水平 那現在飛到去 啟德附近了 跌到了三格 我飛高一點 看看有沒有幫助 都是三四格 開始有少少的 掙扎 這裏真是 好 希望是假象來的 這個 現在 1.5公里 再飛高一點 去到150米 好 兩公里 差不多兩公里 差不多兩公里 暫時我覺得 都OK 三四格 合理的 現在跌到兩格 兩格 開始有少少 不是很合理 我覺得 跟以前 Mini 2 其實都不穩定 但是 去到三格 好像更加差一點 好 但是OK 回到來 看到嗎 訊號弱 都出來了 真的好像有些 有點難過 不要緊 現在 回去 起飛的位置 剩下30% 38% 但是 我剛才就這樣試到 那個訊號 我覺得 真的有點差 而且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在中間 其實在中間的位置 沒有遮擋 沒有擋 全部是 沒有隔著任何東西 但是中間都可以 這樣轉轉轉 斷一斷 一斷 這個真是 有點擔心 要再找個 更空曠的地方 試清楚 但是 如果你說市區 會不會是表現差 我又覺得 MINI 2 也是這樣飛市區 但 MINI 2 好像沒那麼嚴重 起碼 MINI 2 未試過飛兩公里之內 會好像剛才那樣窒了圖傳 稍後再看一次的訊號 但剛才也挺肯定是 FCC 正在 好啦 今天的測試片段 以及是非的片段就到這裡為止 今天老實說未有太多時間 去準備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測試 未必確實可以下定論 那個訊號是否真的比之前的 MINI 2 弱 之後等我買多幾粒電 準備好些 都會做一個更詳盡的測試 以及都會試試可否手動選擇 這個5.8的頻道會有較好的表現 因為剛才是用自動的頻道去做這個測試 好啦 今天這段片段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片的話 亦希望你在右下角的位置 按一下Subscribe button 還有給個Like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